作词 李宗盛 国军第55届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 让我们欢迎各类别评审委员率领得奖者 一同步入星光大道 大家好我是苏珊 我现在的位置是国防部 现在在我身后呢 有许多老师以及贵宾走在红毯上 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看到许多军装笔挺的国军官兵齐聚一堂 没错 今天就是国军的艺文盛典 第55届国军文艺金像奖 今年的主题是军人当之无愧的英雄 每位创作者透过美术文字音乐 多媒体及设计五类艺文软实力作品 将国军坚持战力的硬实力 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这次的颁奖典礼 是由国防部长邱国正主持 表扬来自国军以及社会各界的 优秀得奖者 这次颁奖典礼的主题叫 允文养心 允武养力 国军是素质的兼备 允文允武的优质部队 我身为国军的一份子 我要向每一位今年报名 参加文艺金像奖参赛者 至上臣致谢义 你们感受到了官兵 在捍卫中华民国 民主自由的兴起付出 你们用不同的创作形式 来表达出 让更多的国人知道 始终有一群人 在默默的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 守护着大家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人 今年的国军文艺金像奖 依然是比照三金颁奖典礼 现在坐在台下的得奖者 都不知道自己是获得金奖赢奖 还是同奖 只要到现场才会揭晓 他们心情一定非常非常紧张 那我们一起去访问他们吧 分享一下你这次参加的是什么奖项 然后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本次参加的是美术类漫画像 创作主题是 因为是军人当地无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国军在各项的风灾或是地震的时候 都会去实施一个救援的动作 我们次就以九二亿大地震的主题做了创作 也借此让国人可以知道 国军在执行各项救灾任务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办事优选 你会不会很期待不要叫到你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希望可以再更厚 那你希望自己获得什么奖项 当然是金像奖 我们祝福婉容可以拿下金像奖 谢谢 谢谢 刚刚我们刚玩了优选 裴玲还坐在台下 所以有可能会成为金奖的得奖者 那来讲讲你这次作品的理念 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在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着新闻啊 就会看到化学兵的付出 所以让我体验到国军的不怕死不怕男的精神 能以此次的主题作为创作非常荣幸 好的祝裴玲可以勇夺金奖啦 谢谢裴玲 谢谢主持人 这次的颁奖典礼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喔 是由所有得奖的励志歌曲串成组曲 而且是由创作者亲自上台演唱 让我们一起欣赏吧 有没有梦想到你追寻者 做记忆不用招呼别人对你的眼光 把所有的招呼全部当作为你在鼓掌 只敢在现半小时就行梦想 这次你勾去的才子 在你等我为了跟你这两个人很合适 坚持继续在我得要你要努力坚持 坚持继续转药要人家人过得奢侈 time never go bad so take a break and never go 军文报导项 俗意半世纪UH1H 工程生会专题报导 我们知道平平其实一直都很关注国军 然后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报导 那这一次参加的作品 是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国军样貌呢 其实这个作品是针对于 我们已经会议的UH1H 又或者是别称之老公的直升机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它已经50年 已经近50年 也是半世纪的时间 它是希望扣过一个作品牌 看到说 其实我们过去的医生 无论是在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都会利用好他们的装备 来继续保护他们 一笔上这块名牌 其实就是它的身份证 看得出它是由美国贝尔公司 跟航发中心联合制造 制造年份是民国61年 但这一家陆军四两两号机的身份证 用的可是英文 因为它可是美国原厂制造 为了让民众更看见 认识国军文艺金像奖 我们今年呢 特别在网路上 举办了票选活动 短短的三周 就累积了15万人次的参与投票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 政权哥以及俊维哥呢 就是获得多媒体类作品的 最佳人气奖 恭喜恭喜 谢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这次作品的内容 是要表达什么呢 我们这次的作品 是这个黑鹰书任务 那当然就是去记录 这个黑鹰直升机到玉山运埔 还有在这个高高度训练上面 需要注意的很多媒体 要怎么样把这个直升机 好好的降落在玉山上 其实还有蛮高的难度的 军事报导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故事本身 不是我们的技术 或者是技巧 我觉得能得奖 其实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 而不是我们的功劳 800公尺 空军救护队的高高度训练 就要来到玉山气象站这里 同时也协助玉山气象站 步行物机 让我们欢迎形象广告的 金奖得主俊俊 各位观众大家好 社长好 教到你名字的瞬间 心情如何 非常地雀跃 然后也觉得非常地荣誉 因为毕竟这个奖项其实就是 因为我拍的是各军种 然后在各个岗位上面做奋斗的这些军人 所以就是 获奖的那一瞬间 感觉也是一起 就是好像跟这个全体国军是一起获奖的感觉 对所以非常的雀跃 非常的辛苦 上当飘扬的军旗 只想呼吸 尖上的使命 关于你的心 一生的军力 国军的文艺是战斗文艺 今天的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 欢迎国人继续共同创作 共同参与 国军文艺金像奖 我们明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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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